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给出了78个案例 那么我建议大家分成四类四种的方式进行学习 第一个就是第一题到第二十五题 这二十五个案例属于基础知识型的案例 那么学习的建议是了解我们重点学习里面的注意事项 不是案例自身 而是后面的注意事项 你要学习一下 第二部分是第二十七到第六十六个这些案例 这些案例是考试提醒 跟考试基础度最高 那么这个是本书的重点要精选 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案例 主要是围绕从二十七到六十六里面的一些核心案例来讲解 第六十七和六十八两个案例为思考提醒 有时间可以学 没时间可以算了 第六十九到七十八这几个案例为事故报告型 重点学习其中的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责任划分和防范重视这三部分 所以总之 我建议是重点学习的是二十七到六十六这些案例 我们从二十七到六十六这几个案例中精选了一部分案例 重点解析 第一个案例二十八 某植物油厂危险源与事故隐患分析 某植物油加工厂正在采用的是油脂净除工艺 这工艺很危险 为什么 在净除过程中需要使用正几丸 正几丸是毅然毅报的甲类为火灾危险物质 毅然毅报的甲类火灾危险物质 很危险 还有微毒物 还有微毒物 以先进的化工萃取法提取大度优质 生产工具有机器设备 厂内运出量等 生产的植物油三点大于六十度 植物油进度测电为单层厂房 每层电动面积一百二十五平方 在同一时间内的作业人员不超过十人 为了做好卫生员便是 厂安全组管家给全厂职工进行了一次 安全培训讲述了危险云 尸骨隐患 尸骨之音理论等等 加制出由于植物油及其加工原料有火灾 爆炸危险性 因此 国厂存在大量的危险云和尸骨隐患 甚至是重大危险云和重大尸骨隐患 比如植物油进出的过程中植物油临时储房的出油量很大 就构成了重大危险云 植物油进出车间有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可能有误操作 因此植物油进出车间就是重大尸骨隐患 甲进一步解释说 危险的程度可以用危险度表示 危险度是生产系统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的函数 也就是说 生产系统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或严重性越大 生产系统的危险度就越大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 应尽量鉴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通过降低人的不安全行为来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降低物的不安全状态降低事故的发生严重性 比如减少植物油加工原料打斗 储存器的原料储量可以降低储存具的事故严重性 再比如植物油的成品由储罐中储存的植物油越少 其事故发生的严重性就越小 因此为了降低成品油储罐需的风险 应将大的储存罐改造为多个小的储存罐 比如说当需要储存5000吨成品植物油时 用10个500吨的储罐 比用5个1000吨的储存罐的风险性更小 以上就是案例的全部内容 我们发现里面很多观点是错的 是吧 请根据上述场景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部分单选题 第一个 植物油的三点大于60度 植物油进度时间为单层厂房 125平方 且同时作业人数不超过10人 所以说这个厂房的安全出口最少应有几个 两个是常识 是吧 危险区域 危险作业场所 一般不少于两个 选B 第二个 关于危险员与事故隐患的关系说法中 正确的是 找对的 第一个 事故隐患一定是危险员 没问题 因为危险员分为第一类危险员和第二类危险员 事故隐患就是第二类危险员 是吧 B 危险员一定是事故隐患 错了 比如说 第一类危险员就不属于事故隐患 C 重大危险员一定是事故隐患 错 不对 D 重大事故隐患一定是重大危险员 更不是 事故隐患是第二类危险员 重大危险员属于第一类危险员 这两个是并列关系 大家选A 多选D 第一个 厂安全总管讲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 是吧 问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有 第一个 由于植物油及其加工原料 有火载爆炸危险性 因此我厂存在大量的危险员和事故隐患 甚至是重大危险员和重大事故隐患 注意 有植物油和原料的火载危险性 只能说明存在危险员或者是重大危险员 不代表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事故隐患 为什么 因为事故隐患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的不安全状态 管理缺陷和环境不良 那么植物油也好 植物原料也好 一人一报 这是本质的一些威胁 不是人无患患的问题 所以属于第一类危险员 你属于危险员 是吧 那么事故隐患属于第二类危险员 所以说A是错的 B 植物油进度之间有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有可能误操作 因此植物油进度之间就是重大事故隐患 那不一定 是可能有误操作 不是限制存在 所以是错的 所以说的 C 危险程度可以用危险度表示 危险度是生产行动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与严厉的函阻 这个没问题 正确 D 当需要储存5000吨层品植物油时 用10个500吨的罐 比5个1000吨的罐 风险小 错的 实际上 用10个罐 它的维护管理 更容易出问题 它的危险性 甚至要大于什么 5个1000吨的罐 所以D是错的 答案选 A B D 第二个 根据厂安定中管讲 对危险度和事故发生可能性 与严重性的关系捉鸣 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当系统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一定时 事故发生的严重性增加一倍 系统的事故风险度就增加一倍 这个严格来讲是错的 因为事故发生的严重性 对于单个事故而言是随机的 所以不能存在这种单纯的定量关系 它一倍 它就增加一倍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A是错的 B 事故系统的风险度 随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增加而增大 这个可以 它们是正相关 这个正确 C 系统事故的风险度随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而增大 这个也正确 它是个定性的关系 D 系统事故的风险度随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增加而减少 这个是错的 出访了 是吧 答案选什么 选BC 选BC 事故的严重性 是指事故发生的平均的经济损失 对于单个事件而言 往往是随机的 因此在分析的时候 不能作为依据 不能做定量的分析 第三个 植物油的成品由储罐中的储存的植物油越少 其事故发生的严重性就越小 因此 当储罐的容积一定是 储罐内装的植物油越少 事故的风险度就越低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原因是什么 是吧 第一个 罐内植物油越少 事故发生的严重性越大 这个是错的 这个没有这个关系 是吧 不能说越少 事故越严重 那肯定不对 B 罐内植物油少到一定程度时 植物油增发的气态物质 占有较大的空间 这些气态物质 发生事故的风险度 比植物油发生事故的风险度 高得多 持重情况下 储罐的事故风险度 未必小 这个证据 比较客观 C 罐内植物油越少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这肯定也不对 是吧 D 储罐事故发生风险度 不止与植物油的多少有关 还与其他很多因素有关 所以 仅由储存植物油的多少 来判断储罐风险度 是不全面的 是不客观的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答案选 B和D B和D A和C 是什么硬件错误 不用说了 案例三十 某厂重大事故 应急预言编制 我们看案例 某厂工人在新固件的库房内 安装消防测试 安装过程中 不顺造成电线转路 引起库内的棉堆 突然冒烟起火 由于工人不会使用灭火器 导致火势迅速埋延 因此 辖区的消防动队接报后 有报警 接报后 迅速出动 但是厂区内居然没有消防酸 所以消防车要到几公里之外去取水 卡上风大 火势的迅速的扩散 导致楼上各层都起火了 当地政府紧急调集多个消防动队来增援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扑救 大火即便扑灭 最后留下一个纵队继续扑救渔火 其他纵队相继的撤离 大火扑灭了 由于棉包仍然在 应燃 为了彻底消灭活动 指挥部先后调来多台挖掘机和制作机进入场合 将阴人的面包铲除 并让该厂派出几十名工人 协助消防员清理活动 随后厂方又组织数百名工人进入火厂清理活动 搬运产生的面包 不久厂方由于长时间着火 长时间着火发生了什么 倒塌 这一塌大聊人员消防 事后长长为了加强应急管理工作 将企业重大事故应急预员的编制 纳入了工作计划 这是好事 那么把这个任务给了谁 安全科 科长收命后 立刻召集本部门人员 成立了应急预员编制小组 进行了分工 并特意派出小组成员 参加了应急预员编制的培训班 编制小组在编制预员过程中 在档案室找到了五年前的企业档案 发现该预员中的厂区平面 及人员变化等 与新闻的实际情况有一些差异 内容略显单薄 但基本上结构上可还可以用 那么编制小组 便在原预员的地图上进行了修改 系统分析着该厂前的重大事故景观 和应急能力 并参考有关书目 及其他的企业的预员等等 进行了党量的完善和补充 按期向厂长提交了预员出口 此后编制小组根据厂长的审阅意见 再次修订和完善 形成了预员的最终版本 预员经厂长批准签字后 下发至全场有关部门 问题是 单选题 第一个 该事故中什么措施比较残酷 最后死了好多人 实际是不成功 但是其中扩大应急这一块是成功的 为什么 自己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 119来了之后 没有小火山 要去取水 是吧 那么当地政府紧急调了好多宗队来灭火 叫什么 扩大应急 自己搞不定 让别人来帮你 如果还帮不了 扩大应急 是吧 单选C 比较成功 下来题 多选题 该厂在预员编制过程中 正确的做法有 正确的 A 安全科长召集本部门人员成立预员编制小组 这个不正确 为什么 预员编制设计全厂 你不可能光安全科这个部门 这些人搞定 是不够的 是吧 相关的部门要参与 B 参考其他企业的预员正确 C 派人学习正确 D 与原预员为蓝本进行编制 也正确 当然是 B C D A错误 第二题 该厂的预员相关工作在哪些方面还存在显著缺陷 A 预员的演练 有缺陷 对吧 他没有演练 B 预员的评审 有缺陷 他没有经过专家评审 是吧 没有经过上级部门的评审 有问题 C 导案管理 这个没问题 D 预员的修订 有问题 ABD 有缺陷 他没有做演练 没有做外审 没有做好修订 只是根据谁的意见 根据厂长的经 这个意见 来修改 是吧 他没有根据上级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来修改 答案是 ABD 是吧 好 看上去解析 我们的生产经营单位 要按要求制定本单位的什么呀 应急预员演练方案和计划 是吧 那么 要根据本单位的这个事故预防为重点 要求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演练 或者是专项预员演练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 那么演练结束之后 要对演练的效果进行评估 撰写评估报告 分析有哪些问题 做改进 做提告 那么 实际经营单位 制定的应急预员 要求 每三年 要修订一次 修订一次 那么预员的修订情况 应当有记录 并且归档 第三个案例 某鞋厂 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 假鞋厂 是以手工作坊为主的 生产皮肋的小厂 生产方式 是外购橡胶 磨压鞋底 鞋用皮革 蹭里用木 缝线 高强度 防对胶等等 手工下样 并使用高强度 防对胶 将内秤内垫 分别于鞋底 鞋面的 做好粘合 再用缝纫机 将鞋底与鞋面 躺好之后 再在接缝处 涂有高强度防水胶 以加强 缝壳的浓度 并且防水 高强度防水胶里 注意了 有问题了 含有较高浓度的 本有毒 一挥发 还是致癌物 工厂十一段 独立的平房 有一扇通往室外大门 进门东边 是通往仓库大门 仓库里堆放着各种 原辅料和成品 除装卸货之外 仓库的门通常没紧锁 进门西边 是制作车间 主要作业 均来此车间内 下样 缝制 粘合 三条工艺线 一字排开 车间的一角 隔出一间 供工人休息的休息室 制作车间 南北有窗户 工人往往根据气温 风雨等气象因素 开窗或者紧闭门窗 问题 第一个 单选题 根据案例介绍 假鞋厂使用的高强度防水胶 具有什么职业危害因素 有毒有害的 是吧 属于化学物质类 质然物 暗选币 暗选币 多选币 有毒物质本 可能在该厂的什么工艺过程中散发出来 下样没有 是吧 不用 缝制也不用 是吧 缝纸机有线 不用 但是 鞋底跟内侧的粘合需要 第一 接缝加强防水处理也需要 答案是C和D C和D 案例34 启动机轻浮事故 某日上午 某工程现场 一台启动量为50吨 启动必为25米的铝载式启动机 准备配合 机坑土方挖运 及钢支撑 安装施工 9点 第二段结束 启动机就停机了 停车细火 10点左右 司机长又发动了该启动机 主机进行冲进 此时 该启动机的位置是 启动必于履带平行 方向扛南 启动必于水平方向的角度为67度 甲 见到位于前方十多米处 另一台25吨的履带式启动机 由于转向无法到位 便 扇子 足以是扇子 跳离自己的驾驶室 上到25吨进行动机 驾驶室去帮忙 他帮别人去了 自己不管了 是吧 所以10点15分 无人操纵的50吨启动机 他自己的 由于未停机 没有细火 启动臂 由南向北 后仰轻腹 砸垮 施工现场的临时备枪 这一砸 倒向了路面 造成6名刑人伤亡 其中 两名死亡 一名重伤 三名轻伤 好了 看题 单选题 第一个 从人机安全的角度来讲 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事故的直接原因 主要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物及环境的不安全状态 在这个事故中 完全是什么 人的不安全行为 答案选C 没问题 第二题 由案例可推断 事故发生时 其中居还处于什么时期 没人管 自己早了 是吧 应该属于早期 故障期 不稳定 答案选A 下面是多选题 第一个 根据人机工程学的理论 该其中机不符合 人机工程学 设计原则的有 A 启动机零件缺乏合理的安全因素 我这个没有提 是吧 所以不能选 B 没有备用机构 人家没有提这个问题 C 缺乏结构安全设计 这就是问题 是吧 他自己轻浮了 后仰了 D 安全装置不集权 同理 答案选什么 选CD 选C和D 第二题 司机甲的行为 反映了人的什么心理特性 第一个 注意力不能长时间的集中 正确 是吧 B 操作能力差 它可不差 自己还帮别人的 所以不能选 C 情绪上的机造 存在 是吧 别人不行 他就坐不住了 可以选 D 意志力不建立 这个不存在 答案选什么 选A和C A和C 第三题 司机甲在人 启动机 启动中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它是对信号的输入 判断和输出 是吧 输入传感功能 判断信息处理功能 输出操纵功能 答案选A BD 而对事故预看功能 这个就太邪乎了 没有 所以C是错的 答案是A B D 案例35 工人患职业病事件 某年11月 某市 某私人的泥市场 发生一起 大批工人 患职业病的事件 该厂 4年前 从某地招聘来 数百人到该厂做工 简陋的厂房里 除了生产用的机器之外 没有任何的设备 作业场所很狭小 空气的流通也很不畅 每天工作时间 从早上5点到晚上5点 12个小时 中午只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 工作三米之内 看不见证 全是粉蹭 由于灰尘太大 工人要求老板可以配口罩 老板说 你们干活挣钱 应该自己买 胡说八道 是吧 胡说八道 没过多久 这些工人就出现了咳嗽 七段现象 等大家都没有在意 以为干几年 挣些钱就可以回家了 后来因连续发生几人 不明原因的死亡 症状几乎相同 才应该给他注意 一去医院检查 发现了 这几百人都患上了 这类质疑病 残疑病 是吧 第一个问题 该住屋液产用的灰尘 主要是什么分子 产食厂是什么分子 无稽粉尘 是吧 答案选A 你是肠 B 该肠职工患的病是什么病 尤里的二氧化硅 是什么病 吸肺 沉肺病的一种 答案选A 那么沉肺病包括 吸肺 煤工沉肺 石墨沉肺 碳黑沉肺 石面沉肺 花质沉肺 水泥沉肺 鱼母沉肺 陶工沉肺 铝沉肺 电汉弓沉肺 柱工沉肺 等等 多选题 粉尘的锂化性质有哪些 有分散度 是吧 溶解度 密度和化学成分 没有软度 这个从来没有 答案选A B C E 那么生产性粉尘的锂化性质 包括粉尘的化学成分 分散度 溶解度与密度 形状于硬度 核电性 核大性 在安全生产技术科目中 讲过 讲过 第二个 根据粉尘的化学性质不同 粉尘对人体的危害 作用有 质肺部线绵化 有吧 中毒也有 致命也有 窒息 不会 粉尘不会窒息 答案选A B C 那么粉尘能够引起哪些之类危害 具体包括 中毒 局部刺激 变态反应 光感应性 感染性 致癌性 和残废 第三个 该工厂应采用哪些措施来消除和降低粉尘危害 首先第一个应该是改革工艺流程 是吧 是生产过程机械化 密碧化 自动化 第二个 适时作业 也没问题 C 开放作业 这肯定不行 是吧 粉尘一开放全是粉尘 扩散了 是吧 D 佩戴个体防护用具 正确 正确啊 答案选A B D 这三个 是 是 扬称 别闹 人 继续 感谢观看